美国交通运输部近日表示 从9月1日起将允许飞往美国的中国航司客运航班数量增加到每周18班 从10月29日开始将进一步增加到每周24班 按照对等原则 中国届时也将同意对美国航空公司增加同样的航班数量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已在提交给美国运输部的文件中表示 公司正在申请在北京和洛杉矶之间增加一个新航班 此外 中国东方航空、厦门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也在定期经营赴美航班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也在提供赴华客运服务 美联航表示将根据协议扩大两国之间的航班 恢复前往北京的航班 并重新开通美日飞往上海的航班 美国航空协会作为行业组织表示 随着乘客需求的逐渐增加 支持逐步重新开放中美航空服务 夏威夷毛衣岛野火截至8月14日已造成至少96人死亡 遇难者人数预计仍将上升 当地警方表示 确切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不过专家初步研判可能和强风吹倒电线有关 寻找和辨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上处在早期阶段 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 救援人员仍在清理大火过后的废墟 夏威夷州州长 乔西格林表示 工作的重点是尽可能让人们团聚 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医疗 然后再开始重建工作 毛衣岛至少有2200栋建筑受损或被毁 其中86%是住宅 整个岛的损失估计接近60亿美元 需要难以置信的时间来恢复 毛衣岛的应急管理人员正在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寻找安置点 当地官员12日曾表示有多达4500人需要庇护所 此次大火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多拉飓风 当时飓风距离夏威夷大岛500公里外的海域 但是却给岛上带来了高达80MPH的震风 震风导致不少地方停电 手机信号中断 不少拉海纳的许多幸存者说 他们没有听到任何警报声 只是在看到火焰或听到附近的爆炸声时 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 1000华氏度的高温 几乎所到之处瞬间就化成灰烬 洛杉矶托潘加一家商场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的报名是砸抢抢劫案 警方目前仍在搜捕多达30名涉案嫌疑人 警方表示 事件发生在周六下午4点15分左右 地点是Westfield Topanga Mall内的Nordstrom商店 一大群嫌疑人砸碎展示柜 抢夺商品 然后跑出了门 警方称 大约有20到30名嫌疑人参与其中 他们开着几辆车逃离了现场 其中包括一辆宝马 一辆雷克萨斯和一辆本田 该团伙盗窃了价值6万至10万美元的商品 商店的一名保安还被喷洒了防狼喷雾或防熊喷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3日在视频讲话中承认 乌克兰对日前企图袭击克里米亚大桥仪式负有责任 他表示 乌克兰军队每天都在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做出反应 并举例称 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大桥上的浓烟 据俄新社报道 俄国防部12日称 乌方试图用改装为攻击型的S200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导弹被击落 袭击未造成破坏 大桥交通临时关闭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则表示 俄方强烈谴责乌军对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 他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是民用基础设施 对其发动袭击不可接受 这种野蛮行径毫无道理可言 势必将得到回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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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